哈喽大家好我是表妹 今天呢我们来做粉色富士小别墅的教程视频 首先咱们要选择一块空地 表妹选的这一块地呢就是在高级公寓旁边的一块空地 咱们呢先在地面上打一个地基 然后呢使用板柴把四周包围起来 在左下角留一个门 这边呢也同样是用板柴把它雷起来 中间呢表妹是留了一个空 这里是给厨房做窗户准备的 放一块正方形的板 然后依次给它垒上去 这个透明玻璃也是用正常的板做的 材料改变的时候把它换成玻璃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墙的轮廓我们继续放自板材 把颜色改成粉色 在玄关的位置我们制作一个储物柜 在这些柜子里面我们可以放鞋子 板子上面呢可以放一些装饰品 这些间隔的板子只需要同位子复制往上移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制作的是房间里面的开关 现在呢我们来做富士小别墅的第二层 这个富士其实做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用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板柴 或者是道具里都有的东西 咱们把这个楼梯给衔接上 二楼的基础大概就打好了 我们再把楼下的墙壁都给换成粉红色 现在来搭建我们的卫生间了 用墙壁把四周都给封起来 安装一个透明的窗帘在门上 左边挂一块非常个性的花 右边放一块玫瑰花的壁画 现在我们来装修厨房的部分 这一块类似于大理石的板子 其实就是正方体做的 把它的材料改变一下 换一个颜色就能成这样的效果 这个厨房的架纸还有冰箱 再道具里都有现成的 现在我们来装修客厅 地下铺一块地毯直接打开一个沙发 上面放两块板改变颜色 用它来当做抱枕 然后用板来制作一个茶几 我们现在来继续装修卫生间 在这个角落里直接放一个浴缸 安装上花杉 在这个浴缸的边缘贴一块石砖 这样的板柴同样是通过材料改变而成的 放上洗水池 然后我们现在来安装镜子 镜子的边缘安装上一排照明线 放上一盆绿子用来进化空气 生活的必需品 马桶必须安排上 现在我们来安装二楼的透明扶手 这个都是表妹用调扁过后的立方体制作而成的 透明的是材料改变为玻璃 粉色的是改变为玻璃之后 再换上颜色 放上一盆表妹最爱的绿子 现在表妹要来装修二楼的卧室部分 放上一张床 然后盖上被子 床的两边放两个床头柜 挂上一串照明灯 用来装饰 这一面大白墙 拆拆表妹要干什么 对没错小可爱 你猜的没有错 表妹要用这一块来制作衣柜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装的吧 发现了没有 装衣服的防尘带是用被子做的 之后我们再装饰一下这一面墙 用板子把它打造成一个镂空的状态 是不是非常的特别呢 最后一步来了 我们来给这个小别墅封顶 安排一个粉红色的天花板 还有客厅的灯 差一点忘记了 肯定会有细心的小可爱发现 子时周并没有遮挡物 下雨天会把房间淋湿的 由于这个视频做的比较佳急 其实呢 把市周安排上透明的落地窗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用担心樱花中会下雨 表妹就没有做啦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